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繁殖蝴蝶蓝 那么我们繁殖蝴蝶蓝是需要有点耐心 首先要准备一下东西 首先我们采用的是蝴蝶蓝的花杆 这个花杆一般人可能修剪掉了就丢了 我们利用这个花杆的每一个芽点 要我们修剪的时候只要保留这个芽点在最上面 这样将它修剪掉 大家一定要注意芽点在上面 还有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那么我们修剪好了还不得 还是要用刀给它切一刀 因为刀切会比较平整一点 剪刀的话修剪过之后 这个剪口非常的不平整很容易腐烂 那么接下来这个刀我们也要做消毒处理 我们繁殖蝴蝶蓝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做到 不受到细菌的感染 这个是用酒精来擦拭 75%的酒精 然后直接在这个切口这里削上一刀45度角 上面这一部分削平 这些给它削平 全部将它削平 不需要太长 那么我们削平之后 这个花杆也用酒精来给它擦拭一片 消毒处理 一防吸菌感染 如果说这个芽点这个位置有这层外衣包住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它剥出来 像我这一个已经没有这层外衣了 直接把这个芽点给露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做好消毒工作之后 就可以拿来扦插了 扦插的汁质照样是要非常的干净 一定要做消毒处理 那么我这里用的是火山石还有珍珠岩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干净的 如果说大家觉得还不够干净的话 把它放到太阳下暴晒一天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浸泡水 我这个已经全部给它浸泡过水分了 现在已经是非常多水 那么我们做好全部消毒处理之后 就可以做浅擦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不能拿这个蝴蝶兰的花杆直接插下去 这样的话这个口会全部的裂亡 先用一些棍子协住一下 大概插下去三厘米左右深度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想要补狐蝶兰 牵插成功率更加高 后期的养护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高温高湿的地方 最好温度在28度左右 湿度控制在80%左右 我们可以每天早上中午晚上 给它喷三支水都没有关系 只要不要喷的太多 因为这个杯是下面没有孔的 我们可以不用浇水 如果大家担心植料会太湿的话 我们可以打个孔 如果这个植料干了 我们可以给它浇点水 但是不建议大家浇水 我们采取的是喷水的方式 那么过段时间 它这个芽点这个地方 就会长根同时长芽出来 那么我防止的这三棵 暂时就到这里 过段时间它长新根 长新芽了 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了